300名警力守衛北檢門口 架起層層 路障巨碼 因為民眾黨支持者 集會超過兩天 一早跳健身操實 還一度爆發衝突 花肯定我要圍 我們要接入 有可黑路過和小草互相叫囂 立刻被警方拉開驅離 不過依照集會遊行法第26條 北檢就在台北地方法院旁邊 屬於法定集會遊行禁止區 警方依集會遊行法 只規定第一次舉牌警告 中正一分局上午10點 第一次舉牌警告 因為群眾集會未經許可 要求小草立刻起散 在所有的地方法院 或者立檢司法單位前 是不得及聚的 我在這邊呼籲 台北市長蔣萬安 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柔性的要求這些人離開 台北市員苗博雅 也發文直言 現在是蔣萬安放水 若北市警局依法執行 結果不得了 小草會有刑責 跟嘲諷寫到先前警政署 沒把323流血鎮壓 守謀防仰寧放回北市 是變相保護了這些 深白色洗腦受害者 勸勞他們離開 離開這個局會現場 現在後續還會陸續增加 相關的警力 最高會到達大概 330名警力左右 但由小草聚集 人數越來越多 北市警也彈性 加派人力 以防衝突發生 三水王神以後 蔣萬一下午 祝台北走到